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本期視頻 我是9527 今天要來開 尼姆 尼姆 長的是這個樣子 彩犬 把它倒出來看 一個小盒 然後上面是寫尼姆 好 打開來看 有一張卡片 卡片做的是信用卡的材質 然後後面有一個QR Code 然後這個是103號 總共幾支不知道 那個要去查一下 然後裡面就是這樣子 一個單支的 一個單支的公仔跟一盒配件 配件上也有尼姆 可是是用那個 貼紙貼上去的 然後把它打開看 它其實做的跟DEMO有點神似 但是它不是DEMO 它是MIMO 所以我一直都覺得它是 倒版的 但當然不 反正可能是借鏡DEMO的樣子 然後再稍微做一些改變 它這個做的還蠻細緻的 這個摔得不知道會不會碎 頭不錯 頭是磁吸式的 然後它的臉細節 頭髮就跟DEMO有點像 感覺 那這個是透過 微信公眾號 還有小紅書的公眾號上面 然後再加入他們的群組以後 在裡面就是抽籤販賣 那你去平常買的話 可能買的價錢會更高一點 那在裡面買的話 抽到以後是賣原價 那它也有它的一些族群 它這隻是柴犬 好 把配件先拿出來 配件是小盒子 但是它是用夾鏈帶裝的 建議的話就是 它如果格子能分成 它配件的數量 然後直接放進去 我覺得也是不錯的方法 因為用夾鏈帶看起來就是 有點遜色 盒子下面墊一個黑色的那個泡棉 然後把那個 配件放進去 我覺得質感會提升很多 它的配件有四個 好,配件開完了 擺旁邊 它有兩個耳朵 它有兩個耳朵 因為是柴犬嘛 所以有兩個耳朵 磁吸式的喔 清脆 讚 尾巴 尾巴可以朝下 也可以朝上 都可以,應該是朝下 朝下比較順 頭先拔掉 放旁邊 然後 把冰棒插上去 它的手剛好做出來 這個感覺 它兩個手都可以動的 這個手也可以 欸,掉了 然後它的 冰棒有做出 被就是咬一口的感覺 這是尼姆 要把頭拔掉 比較好擦冰棒 好 OK,好 完全擦上去 手拿的冰棒 外觀看起來還不錯 柴犬 柴犬少年 尼姆 然後 有一點雀斑 然後它有腮紅的做出來 這個材質是不是GK的那個 用一摔可能就會碎掉 那個頭好像是 因為頭很重 身體的話 身體的話到蠻輕的 所以我不確定這材質摔的會不會碎 頭我感覺會碎掉 然後穿著 柴犬的拖鞋 一個咖啡 一個黃色 然後膝蓋有做出微微的粉紅色 就是小孩子的 皮膚 吹彈可破的顏色 睡衣故意有做長一點 就是女生穿男生睡衣的那種感覺 你看不到下面的衣服 然後它可以蓋住 它可以蓋到 它膝蓋那邊 所以看起來很性感 但是它是男的 應該是男的吧 我不知道它是男的女的 這我要來查一下 然後嘴巴有口水 有做出來 整體的樣子還不錯 比它這個圖 它這個圖看起來其實我不想買 然後因為人家寄給我開的嘛 是一個那個 YouTube上的那個朋友 然後他 把它的那個買的玩具 直接先寄給我 讓我開箱 腳不能動 這個手可以上下的 來回的擺動 這個不行 因為礙於手有一個 角度的關係 所以不行 這個頭不錯 360度轉 然後是磁吸式的 所以這個做得很不錯 小尾巴 這隻看起來比 它盒子上的那個圖案 要討喜多了 然後這隻是 尼姆 柴犬的尼姆 柴犬少年 這個圖案也不好看 這個圖案就是它盒子上的圖案 但是它實體上做的是好看的 那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小紅書上搜尋一下 不錯 比我想像中好很多 缺點的話 我希望如果未來 要改進的話就是配件 配件盒可以做一點加強 就墊一塊黑色的海綿 至少讓那個 這種材質的 不要撞碎 應該不會撞碎啦 我覺得用黑色海綿 切兩塊都OK 讓它分隔弄好 不然我覺得用夾鏈帶 看起來有點low 然後 它這個是蓋在那個 盒子打開第一層的地方 我覺得它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這邊 切一個跟卡片大小的凹槽 讓卡片整個卡進去 這兩個 因為泡泡馬特的那種 大型的公仔 它有做到這一點 你打開以後 它這邊一定會有個凹槽 放它的基本資料 我覺得那樣做會比較好看一點 這隻好像要三千多塊 值不值得就看大家對它喜不喜歡 因為我覺得還蠻可愛的啦 說真的 你就不要去特別跟Demo比 因為 兩個有點不一樣 還是有區分 好 那本期視頻就到這邊結束 喜歡我的視頻請記得點讚 訂閱分享轉發 按下小鈴鐺 會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喔 賺到最新的影片 我們可以再看 我們下頓到最新的影片 我們下單的影片 請大家下單比較